2003年一汽和马自达结合 引入产出的第一个车型就是马自达6 人气很旺 所以在第二代锐翼上市后 老马六仍继续享受 一直卖到2016年 老马六在2007年前后人气达到巅峰 买车时再加价一到两万 过去日系中行车都是玩舒适的 马自达6是第一个把运动机烟住到体内的中行车 所以老马六在车会上行走 被赋予了雅号 大王 你买个被称为弯道王的车 上街是不是得凶狠一下 狠一下的时候是不是挺招人烦 尤其你比我们导演还烦人的时候 为什么接上开老马六的这么烦人 先不说这车烦不烦人 马自达的设计真是很好看 今天看到它就像看到老港片里的穷书珍 难怪能从03年卖到现在 因为赤裸高扬我们也是百路不烦 车是我们借的 嗨 马爱他了 我们也没打算洗 因为这车的魅力 不差着三四块钱洗车钱 虽然是定位中行车 但是后排空间有点紧张 这也正常小才能运动 你看陈广玉很多运动 内饰没有搭平 用料也很一般 但设计的感觉却很年轻很放 这让我想到了广玉哥的瓜皮帽 这个七七不知道是谁 但是车主一定很爱他 拿到车钥匙时 车主很正式的告诉我们 车很燥 小心哦 感觉我们要开的是一辆性能车 等我们上路后 发现车主说的不是暴躁的躁 是噪音的躁 这辆车NVH实在太差了 不过一般方向盘 广玉哥的麒麟臂暗示了这车 真有点性能车气质 这辆车二辆人生自然吸气发车机 配五个AT变速箱 破败时间10秒多 变速箱很棒 以软盘上可以看到档位 这种直观感受非常爽 将一挡 升一挡 廉价两挡 变速箱降到极急 开得暴躁点 七成轮红线混档 所以这车给人的感觉非常丽 当然毕竟只有146马力 不过驾驶的乐趣不等于快 要不然开广玉就有乐趣 老马6的前旋架 是以运动著称的双叉臂 双叉臂不仅成猛高 对厂商的调料水平要求也很高 马自达6做的就非常好 这已经是一辆11年的车了 看起来已经有点破烂感 但开起来的跟脚感 就像买小的鞋 紧致感就像信誉的鱼家裤 开广玉那个雅阁跑起来 就像等媳妇一起出门 你意识到了车没跟上 马自达6跑起来像自己出门 08年老马6 二手车价格大约3-4万 自身前买这样一种驾驶感受 感觉有点像99门票的永乐会非常值得 但是我们遇到的二手老马6 车况普遍很差 比如这辆车发动机漏油很严重 也撞过 这里面还有击骨头 一式水泡过 大概每个不羁的灵魂下 都有一个不羁的情况 信誉这种女人坐在你对面 相信你根本控制不住不丢人 这是本能 所以开成这样一个质感的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